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韩国神剧《夫妻的世界》第二章的故事 上章中说到原本生活幸福的女主善语 意外发现老公阿泰的围巾上有陌生女人的头发 一路和阿泰斗智斗勇后,果然实锤自己的老公出轨 本章故事继续 善语回忆起过往与好友们的种种 与阿泰的恩爱,又想到自己的丈夫与其他女人的耳饼丝膜的样子 感到了被欺骗,被背叛的痛苦 一时怒从心起,恨不得杀了阿泰 知道这一些后,善语既生气又伤心 想要阿泰死的善语拿出了急救箱里的剪刀向阿泰走去 而阿泰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已被发现 也笑着迎善语向自己走来 善语想象着自己把剪刀插入阿泰的胸口的样子 此时儿子的叫声将他从想象中叫醒 大家给阿泰庆声,阿泰感谢了自己的一众同学们 最后又说感谢自己的妻子善语 还说遇见善语是他一辈子中最棒的事 朋友们在一起起哄 善语看着阿泰冠冕堂皇的说着这些话 无论如何都说不出话回应他 为了不在众人面前搏他的面子 善语亲了阿泰 此时那些隐瞒阿泰出轨的朋友们 阿泰的出轨对向小美 善语最爱的儿子小俊都看着这一幕 善语在一旁看着自己信任的朋友们和丈夫笑闹 看着阿泰走到小美身旁 偷偷地牵起小美的手 善语觉得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开始想要包袱这些一起欺骗他的人 俗话说得好 可怕的不是狼 而是披着羊皮的狼 阿泰一边做着恶心人的事 一边又和禽兽似的 对妻子说着冠冕堂皇的话 维持着那看似还存在的爱情 真的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善语明明没有犯错 被惩罚的却是自己 别说善语想要他们死 患谁遭遇这事 不想叫停这些混蛋 只希望善语能快点包走 给这些人一点颜色瞧瞧 回到正题 善语去到小美一桌 询问是否会感到不适 小林介绍说 小美妈妈的女儿小美 是自己上普拉提课程时的讲师 小美邀请善语 一同上普拉提管理身材 看到善语同小美在一桌对话 李太赫想要钱去了解一下 二人聊了些什么 镜头一转 回到室内 善语为阿泰包扎伤口 顺势将两人的婚戒 从阿泰手上取了下来 阿泰心中不安 问起了善语 刚刚在跟谁对话 善语提到小美 阿泰却装作不认识 还不停地强调自己爱善语 阿泰的谎言 在已经了解了 所有事的善语面前 显得十分可笑 这样的阿泰让善语感到厌恶 提出自己要先离开 而此时还在会场的小美 和阿泰也争执了起来 小美听到阿泰 在生日会上 对妻子说的一番话后 认为阿泰不过是玩玩自己罢了 而阿泰却说自己的真心 是爱着小美 甚至说要去告诉小美的父亲 二人的关系 小美又被阿泰的话动摇了 让阿泰在明天之前 处理好与妻子善语的关系 上官书芬注意到善语的儿子 小俊情绪不高 正打算离开会场 于是偏同他一起离开 并送小俊回到了家中 上官书芬注意到善语 收拾了的行李箱 和放在墙边的结婚照 两人聊了会天 并不是很愉快 而最后善语表示自己 知道丈夫出轨的事 而且也看到了上官书芬 发给阿泰提醒她的短信 上官书芬着急的为自己解释 并说了自己是从一个月前知道的 在上官书芬回家的途中 阿泰打来电话 询问儿子和妻子的情况 上官书芬刚被善语责怪 心中很是烦门 很快就挂掉了阿泰的电话 善语在社交网络上 找到了小美的账号 并在小美的一条动态上 通过戒指 发现了照片里 是阿泰牵着小美的手 此时阿泰回到了家中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的 同善语对话 人之见则无敌 用这句话来形容阿泰 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都这种时候了 还能舔着个脸 淡定自若的和善语对话 是说你心里强大呢 还是说你丑男无敌呢 过了几天 小美在医院里挂了号 找善语进行诊疗 诊疗过程中 小美故意提到 自己正与一个有福知福交往 两人明知 真相又假装不知 彼此嫉妒 善语要求小美进行血解 以及尿剪 尿剪后发现小美已经怀了孕 小美得知后十分震惊 便离开了善语的诊室 去到了上官书芬负责的妇产科 小美跟上官书芬说 自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并决定要打胎 小美走后 上官书芬来到善语的诊室 同善语讲了小美的打算 表示自己要给小美打胎 但善语坚持医院的规定 不允许上官书芬 为小美做手术 小美回到家中 回忆起自己和阿泰一起出差 在阿泰衣服口袋里放唇膏 猜想着究竟是哪一次 没有做好措施 小美这种厚脸皮的人 也是少见了 在人家眼皮子底下 搞这种事 还敢公然挑衅 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让她这么理直气壮 可能和阿泰一样能干出这种事 估计也是练就了铜墙铁壁 礼仪连吃什么的都免疫了吧 这边的善语 来到当时帮她 找到丈夫出轨证据的女孩 小贤打工的地方喝酒 却发现她不在 询问之后才知道 小贤已经好几天没上班了 想起小贤的男友 曾对她有过暴力行为 善语十分担心 于是找到小贤家里 果不其然小贤的男友 正在殴打她 善语危险小贤的男友 可以开出诊断证明 送她去精神病院 小贤的男友才停手 之后善语让小贤收拾了行李 带她离开 并为她包扎了伤口 善语劝小贤分手 小贤却说没办法分开 他认为那个男人 只是因为生活不顺才会家暴 并相信自己能把他变成好人 这些话让善语也有些动摇 善语你可别心软了 人家都连受 欺负到你头上了 你还有动摇的心思 这位小贤也是 你是有自虐倾向吗 都这样了 你还想着为对方着想 你是对你太有自信 还是对你那个家暴男友 太高估 你觉得你换得起一个装睡的人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劝你趁早打消 继续再一块的念头 顺便别拖善语下水了 第二天 善语曲街 结束野营回来的丈夫阿泰 和儿子小俊 看着阿泰和小俊相处融洽的样子 他实在没法喊下心 对丈夫提出离婚 于是善语决定再给丈夫一次机会 但善语的一位患者 看到了一段拍到阿泰和小美的视频 次日一早 善语和丈夫贪拉牌 质问他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 表示如果阿泰承认的话 就会原谅他一次 而阿泰完全没有要承认的意思 而且大发雷霆 表示自己爱的人只有善语一人 对于这样的丈夫 善语感到非常失望 下定决心要报复阿泰 于是对阿泰说大概是自己压力太大了 善语上的二楼换衣服时 发短信让上官书分五分钟后 打电话将小美怀孕的事告诉阿泰 而此时 在一楼的阿泰收到了小美的短信和电话 小美说要和他分手 但阿泰并不愿意分手 小美就直接把电话挂了 没过多久 善语换好衣服下了楼 阿泰正在为刚刚小美的电话感到不安 又一阵电话响了起来 接起来后 上官书分告诉了阿泰小美怀孕一事 阿泰便匆忙出了门 善语看着阿泰的一系列动作 心中五味杂陈 本章结束 在本章中填了一个坑 又挖了好几个坑 通过小美的回忆 阿泰身上的樱桃味唇高 就是他故意放进阿泰口袋的 他在检查结束后 丢到了自家抽屉的烟运棒 这意味着 他可能早就知道自己怀孕了 去检查 其实就是故意把这个消息告知善语 但随着剧情的发展 这个女人流露出极其恐怖的攻击性 另外上张中善语为了跟踪阿泰 丢下的病人阿呆 在这张中也出现了 而且他手头上居然有生日会上 阿泰哄小美的视频 而他的身份又是一个悬念 还有阿正和小林 这对貌合神力的夫妻 阿正曾多次表露出对善语的好感 还对阿泰的假忠诚 真花心 嗤之以鼻 对自己的妻子却是挨大不理 阿正自己装高尚 实则却是和阿泰是一丘之和 你们两个还真是好兄弟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野花比家花香 极有可能是当年也喜欢过善语 不过怎么觉得小林也发现了 自己的老公喜欢善语的事 但善语的不幸 却能成全他抱负的快感 所以明明知道阿泰出轨了 他也乐意装傻看戏 让善语蒙在鼓里 但他的抱负仅仅只有这些吗 我觉得不见得 上张中善语去给小林送排骨 小林的家里也有一个和阿泰身上 一模一样的成高 有动机也有巧合 小林有没有可能是阿泰的小四 又或者说小美才是小四 小林和阿泰早已经狼狈为奸 无数的悬念扑面而来 下张中阿泰的妈妈过世 她不向自己的妻子善语求安慰 反而在灵堂鬼混和小三乱来 这一幕被善语意外撞见 这个受伤的妻子终于知道开始反击了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节目的关注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 说明节目的背景